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来帮你解释这个西加加这个语言的类别继承跟它的封装性 封装性的英文叫encapsulation encapsulation就是这个透过类别来保护这个类别里头的这个属性跟函数的这个名称的使用 这叫封装性 那封装性呢,我们如果从对象的角度 那么他是用对象用这个object来保护呢 这个内部的这一个value就是用object来保护呢 保护呢里头的这一个value 那么如果在类的角度呢 他是用class 来保护这个属性的就是attribute 跟这一个function的名称的这个使用 OK,那透过这个名称的限制 但是也这个间接地保护了这个对象里头的值的一个存取 OK,所以这两个是有相关的 好,那我们现在只要在谈的是这一个 就是透过class的这个属性跟函数名称的这种使用权的限制 来确保这个对象里头 这个value 这个value 这个到底谁有权利 可以来存取它 好,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这个object里头的属性 如果设定为private 那么这里头的对象里头的这个值呢 就别人呢 就别人呢 就不能直接透过这个属性的名称来存取 那么他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透过一个公用的函数 那么再来使用这个attribute的名字 就可以取得到这个值了 OK 所以他是透过class对于这个名称的使用权 来这个保护这个对象里头这个值的一个存取的权利 OK 那因为我们的在写class的时候 像说我写一个class 那再给别人写subclass 所以这两个class呢 负类跟子类的class呢 并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所以呢 那会考虑到未来这里头改变的这一个容易度 如果都被子类都用到了这个函数的 或是属性的名称 那么未来这个负类 要做改变的时候 改变我讲的是改变的是负类的定义 而不是改变对象的值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改子类 那会引申出软件在维护上 在扩充上面的困难 OK 那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样的一个议题 这样的议题 那么在Java跟C++ 都是一样的 它透过三个关键字来做保护的动作 来做气氛的动作 一个就是Protected 一个就是这个Public 对不对 一个Public 那在C++里头呢 它是 把Public的冒号 这样子类出来 表示这里头的 这一部分的都是Public 那么没写的 默认的 这是Private Private 没写出来就叫Private 那么你还可以写Protected 可以写Protected 所以Java的这三个keyword 就是从C++引用过去的 所以这里头因为没写 所以 InitData 这个属性呢 是Private 是Private 所以你要写冒号 再加个冒号 所以只有以法 这个C++跟Java是不一样 但是 背后的 OOP的概念 都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OK 那像这个 也是一样 这里没写 表示这个是Private 那这个有写 表示 这个都是Private 都是Private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首先呢 当你看到一个代码的时候 那么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知道 是一个 父子类别的关系 那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个不是父子类别 这两个呢 是 单独的类别 这是单独的class 叫include 然后呢 另外一个class叫做kind 对不对 好 这两个class之间 是独立的 但是在对象 里头是组合的 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 创建一个对象 叫做kind object 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创建一个对象 那这个是类 我们把它画一条线 七分一下 七分一下 OK 这是类 那这个是对象 这个是对象 然后呢 这个对象的名字叫做kind object 这个对象的名字 就是这个 但是它是类的 但是它是类类的 所以呢 就拿这个类类 不是 这不是类 拿着kind 类 来采 new 拿这个类 来new 一个 对象 这个对象 叫kind object 这个对象 就是这个 叫kind object OK 然后呢 好 你注意看 在这个 这个 调用kind object 在这个 创建一个kind object 这个对象的时候 它就会来执行这个构造式 这个是要求构造式 来创建一个kind的对象 这个 这里是要求 拿kind 这个类 就是这个类 来new 一个kind的对象 这个对象的名字叫kind object 那么 随new 构造式 所以呢 调用的 这个构造式 所以它把38 把它copy给d 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冒号 这个是 这里指的是这个对象 所以它要再创建一个对象 所以它要再创建一个对象 因为这是构造式 所以创建了自己的对象 但是自己的对象里头含有一个小对象 所以呢 也把这个小对象把它拧起来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会调用到 这一个的构造式 来建立一个小对象 然后呢 把这个d的值呢 把它copy给它 就把d的值呢 再把它copy给data 所以呢 里头就创建一个小对象 这个小对象呢 里头有一个 叫data 的这个 属性 OK 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大对象里头有一个小对象 然后 有构造式 在调用 这一边的构造式 然后 来创建一个小对象 而且把出奇值设定进去啦 设定进去啦 那因为这个data在这里是private 所以这里呢 只能由自己的函数才可以写这个data 有没有 这边data 这因为都是自己的函数 所以 可以写这个data 有没有 所以我现在在讲的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 这个加往后C++的代码的时候 第一个 先注意一下 有没有类别的基层关系 就是得出这个class的关系 接下来第二个动作 就是 要注意 他的 这个对象的创建 对象的创建 那这个 创建完毕了之后 这个对象才能互动 所以呢 从这个对象的创建 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呢 对于这个构造式的应用 要很熟悉 你这个才会很清楚 OK 无论C++或Java或是C 都是一样的 这个概念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an object 这是一个对象的名称 在这里是private 原来没写 所以在这里才可以用 an object 对不对 然后在man不能用 因为 他是private 那man可以用什么 用print public 所以 public 然后呢 man也可以调用 构造式 因为构造式 本身的public OK 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里是 你在这里不能用data 但是可以用add print 函数的名称 所以在这里 用print 因为 这里是public 所以 这个client类 可以使用 OK 好 那这就在帮你解释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 因为 它两个类 不是继承的关系 它只是一个组合的关系 所以我在这里 就要跟你强调 好 这一个在组合关系的时候 那public private 好 怎么应用 好 那接下去我们就来看 继承关系的 所以在透过文字上做个说明 client object的对象 这个client object 是属于client的对象 对不对 但是 这个代码呢 是在main方形的范围里头 所以 client object 它没有 include 它没有这个内部的小类 的print跟add函数 因为 这个函数是定义在这里 是定义在这里 它不是继承 它不是它的子类 所以 所以 它不能继承它 所以这个时候 要透过 对象点 才可以 透过这个 对象 去调用它 所以自己呢 就必须定义一个print 这里call它的print 它才call里头 这个小对象的print ok call它这个print 好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 它没有定义 所以 就不能写这样子 了 因为 这个add呢 是定义在小类里头 所以呢 只有这个 对象 才可以去 调用这个add ok 所以这里头 如果写这样子抽掉了 ok 那我们现在 相对的 来看看 这个继承关系 如果这个super 它变成是 这个是变 继承的关系 但是你注意看哦 啊 刚刚 啊 刚刚是一个 大对象里头 有一个小对象 ok 然后那我们先来看这里咯 好 好 那这样子的对象 这样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 继承关系咯 这是一个super 类 它是 一个继承关系 这个是 啊 这是 super 这是sub类 ok sub类 那这个时候呢 一样 new 一个对象 对不对 而且把38存进去 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 啊 首先 这里 它会 调用 这里的构造式 有没有 因为 这个要创建一个对象 所以就会来调用 这个构造式 调用这个构造式的时候 那么 它会 啊 先调用 这个 super的构造式 ok 那这个就指负类 的构造式 有没有 负类构造式 ok 那这是sub的构造 就是super 那如果你这边的名字 叫做x 这边就改成x 这边叫x 就直接写构造式的名字 直接构造式的名字 ok 那 这个时候它就建构一个 激烈的对象 由它来建构 所以呢 它就建构出一个 这样的一个对象 然后 前面这个部分 有一个data 那这个部分 是由这个构造式来创建的 但是这一个没对象 我们在这里来讲 你注意看 在上一个例子当中 我们会讲 我们会讲 这个 就是an object 是include的对象 因为这是 include这个类的对象 但是 在这里我们就不能这样讲了 就是 依照定义来讲 这边 我们不会讲说 在从这个代码上面 没有这个 super的object 那只是说 这个object里头 这个是subobject 整个都是 对不对 整个都是 这个subobject 里头 有这个继承的这一部分 就是说继承下来这一部分 这个不能说 所以 N格上不能说 这个是super的object 但是 概念上 这是 可以这样讲 但是呢 在N格上面讲起来 这有语并 N格上讲起来 要讲说 这一个子类 那么它也从附类 继承了 继承了这个data 这个属性 所以呢 所以它 要委托要求 附类的构造式 来帮忙建立 继承这一块 这样子 但是这一块 不是一个对象 这一块呢 是整个 子类对象的一部分 OK 应该 N格上 应该这样讲 所以它要求呢 这个附类的构造式 来帮它建立 这个对象里头 进行下来这一块 然后呢 它再 扣大 比如说如果sub里头 又有一个 叫做Name 这样的属性 那么它 由这里的构造式 再建立这一块 叫Name 所以这一块呢 是由 子类的构造式来建的 所以它只是 委托要求 这一个 super的构造式 来创建 继承下来这一块 的东西 那么自己再加上扣充的 那这整个 才叫做 这一个对象 这整个 这整个 这整个只有一个对象 叫做sub object OK sub object 然后 这里头呢 因为 它这只是public 然后呢 又被继承下来 所以 这几个都是它的public 既然是public 所以呢 那 在client 可以直接调用add 在写在这里 既然public被它继承下来 也是public 對不對 那 所以 这个的client 外边的收的函数 都可以调用它 OK 那如果这里改成叫protected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里就不对啦 因为protected 只有子类 里头可以用这个名字 外边不行 那如果这些private 那子类 跟man 都不行 OK 都不行 所以呢 那这一个 在西加加里头呢 的继承呢 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表示法 透过一个冒号 透过一个冒号 OK 那这里有一个public的意思就是说 啊 这里头的public 对底下是public 如果这些private 它会把整个全部封起来 啊 它会把它全部封起来 啊 这就是 啊 有sub的权利 有写sub的人 来决定 我要不要把它封装起来 那这里头的private等等 是写附列的人 的权利 所以呢 在这里你要特别了解 在面向对象呢 这个 每个class 是不同人写的 啊 啊 那虽然这个是整支是一个ap 但是慢慢的 你要培养 这一个 啊 这一个superclass是 跟subclass常常是不同人写 虽然 会被 弄在同一支ap里头 但是 是不同人写 所以需要有很厉密的分工 以及 它的保护机制 OK 所以不要认为 在同一支ap的 这一个class 都是自己写的 那这样子 就很难理解 这一个public public public 跟 protected 这样的一个设计的用意了 OK 所以 冒号 之后是负类 它表明的sub跟super是一个负质的关系 那sub object呢 对象 它继承的add 继承的print 两个函数 继承的这两个函数 而且都是public 到public 那你如果 那你如果 觉得不想 继承这个函数呢 那你可以把它覆盖掉 这就 下一个章节会谈 覆盖的意思 override 所以你如果 在你的sub自己定义一个 跟它一模一样的函数 它就会把它覆盖掉 所以呢 在调用的时候 如果你这边 自己写一个add 跟它一模一样 结果这个add呢 调用的时候 是调用到它这里的add 这一个被覆盖掉 就不会被调用了 OK 这里的意思是这样 好 接下来 我们谈一谈 这一个面向对象C 的这一个计程的极致 那这个部分呢 在课程里头呢 我就不讲 那等到呢 我们在另外一个课程的时候 再来帮你做一个很详细的讲解 OK 那在这里只是提供你 这个关于OOPC 一些相关的信息 所以 有高老师提出来的 这个 OOPC 1.0版 并没有提供 类别继承的功能 这是 我在当时 2008年 设计的 这个OOPC的时候 之后 又没有提供 那后来呢 到2010年 由这个华为的金勇 先生 继续扣充成2.0版之后 就提供了 这一个类别继承的功能 所以我现在补充的说明一下 就是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我的OOPC 它的发展 OK 所以呢 这个OOPC呢 是我高老师的这个创意 那是在2008年呢 就设计出这个 OOPC的语言 那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 1万秒加OOPC 签字是西语言的开发精华 OK 那这本书呢 是由这一个武汉的博文四点出版社 所出版的 这就是书 书的封面 那后来呢 这个金勇华先生看到这本书 我出版了这本书之后 它在2010年就继续扩充 推出一个更新版 那取得我的同意 公布成为全球的 这一个 GPL协议的 就是标准的 开源的软件 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创意呢 公开成为大家共享的这个资源 所以你可以到 这个网页上面 可以下载 那么金勇华贷2011年呢 也在 这个CSDN 就程序言杂志 介绍了 它的扩充的新版 的一些功能 扩充新版的功能 OK 所以呢 这个你可以 到这里 这个 到这个网站去下载 这一个 各个版本 那么 你也可以到 这里来 这一个 其实你在 网页上 打 W LW OOPC 那打金勇华 就可以找到 这一篇文章了 这篇文章 它要很详细的说明 这个 它的扩充的部分 以及 这个 OOPC的用法 那这个 OOPC呢 其实就是 应用 这个C的 这个MACO 就是 这个 MACO的结构 来创造出 几个MACO 然后 来 让我们的 OOP的概念 可以直接对应到 C语言 那么比C++更精简有力 就是 它是比较简洁的 那么 编译之后 它的 所占的内存空间 也比较小 所以它很适合呢 做 嵌入式的 系统 这样的 一个做法 那么因为它 这个MACO 是在 编译之前 的一个 preprocess 就已经把它解开了 所以呢 它在编译的时候 其实是完全C语言的 这样的一个编译 所以呢 它的执行速度 这个比C++要快 那 OOP 今天是以这个 MACO 台湾翻译成巨集 大陆翻译成红 OK 所以呢 可以 所以各个C的程序员 都可以去修改它 因为它是一个 开源的 那么也是一个head檔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改它 可以去修改 满足自己的需要 那这个 1986年的时候呢 C++出现 大家都希望改用C++ 但是C++的效率不如C 因此呢 现在 在嵌入式这一块 还有很多很多都是用C写 所以呢 高老师就希望 这些 没办法用C++的 这种C的Program 那么可以 用简单的 这个MACO 就可以 来 对应 把这个脑筋里头呢 这个对象 的概念 把它对应到 这个C的Program 那这就是 我在1.0版 所设计的一个很简单的MACO 差不多一个Page而已 就已经 把这个 class的 one name 带进来了 构造式 对不对 构造式 然后呢 有设定的这个函数 把它设进去 然后呢 还有interface 还有这一口的设计 你看这么短短的 不到一个Page 就可以让这个C呢 变成这个OO的 这个概念咯 OK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当时 花了好几年咯 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才把它精简精简精简 到剩下这样 OK 所以看起来简单 做起来呢 可不简单 但是用起来很简单 OK 所以呢 这一个 有空呢 再说明一次 你可以到 这个SourceForge 去下载各个版本 那么为什么 C的语言跟C++呢 为什么C的语言效率会高 在这里是因为 这个C++ 在做继承的函数的查询的时候 在执行的过程叫runtime 它会用到Virtual Function Table 所以呢 这个效率呢 会比较受到一点折扣 所以呢 这个用C++的效率 就不如C 那 我用的是Maker 这个东西呢 它在compile之前 就全部 被换力成C了 所以呢 这个没有 这样的一个 overhead 就是 做C工的事情 所以它的效率 非常非常高 所以 目前呢 收到 不少这个C 程序员的喜爱 OK 好 那就 在 这一个OOPC的部分 我想我们 在另外的单独的课程 会来介绍 那么现在呢 我就帮你 说明到这里 所以 因为这个课程呢 只要是在谈C++跟这个Java背后的这个OOP的概念 那OOPC呢 只是 来做 插花 来做一个 让你有更完整的 一个对应到 三种语言而已 好 那 这个我就暂时 讲到这里 谢谢